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有兴趣的类型做副业投资 短短两年内投资了公仔玩具店 服饰品牌 投资德州扑克协会 和密室逃脱工作室 还有饮料店和越南料理 并创办元宇宙事业 再加上演艺工作 可说是超级斜钢大事 而陈灵者也认为 经营这些不同类型的副业 让他学习到不少东西 对于未来要投资什么新产业 目前则是还没有想法啦 正好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